昨天是高端疫苗开放接种的第一天 不少民众强打 说打了之后根本没感觉 医师说这跟针头有关 而另外总统昨天也打了高端疫苗 现在旁边的护理师也成为焦点 我们先来看 医师说这一次打高端 好多人说怎么比较没感觉 原来用的是成本比较高的 25号集系针头 同时布陶医院院长徐永年 也帮高端挂了保证 说先前新北狮子会的群聚案当中 有一个护理师其实也在聚餐现场 不过他没有确诊 原因就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参与了 高端二期试验完整的接种了两剂 所以这代表高端疫苗的保护力 是没问题的 完启秀子民众坐在接种区 等待医护人员一个接着一个施打疫苗 高端疫苗开放接种第二天 在台北市的长庚医院接种站 一早就有民众等着要来打国产疫苗 因为我原本是第九类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 感觉这种单元是蛋白的技术 感觉对我的副作用可能会少一点 一路等到现在就是 本来还是不晓得高端什么时候会出来 有一点不安 后来出来了就赶快放心 今年已经60岁的邱女士 明明就可以先打其他厂牌的疫苗 但就是因为相信台湾的疫苗科学 这回总算达到了心心念念的高端疫苗 刚刚接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完全没有 是完全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对 笑着说打高端一点感觉都没有 其实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这回高端使用的针头属于单剂型 是成本比较高的25号极细针头 和AZ莫德纳不一样 肌肉注射的时候你的疼痛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针头的出去 针头越粗的话会越痛 第二个就是你在注射之前会回抽的动作 确定有没有回血 那回抽的越厉害的话会越痛 不止针头系让民众完全没有感觉 也有在台的外国学者立体 他是中研院外籍博士后研究员齐孝兰 在推特上发文说 接种高端因为对疫苗科学有信心 在台湾感到很安全 有强大的疫情应变和优秀的医疗保健服务 疫苗接种的保护力更是有目共睹 布桃医院院长徐永年说 新北狮子会聚餐 餐序中有许多人都确诊 其中有一名就是布桃护理师的丈夫 而这名护理师同样在现场 但他没有确诊 原因就是他参与高端二期实验 已经完整接种完两剂疫苗 不止在第一师挂波警 接种者也亲自现身说法 身体力行就是要力挺 国产疫苗 国家华香薛一环台北报道